他就在路边停了就开始咆哮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 随时我们三两人要冲的要跑的 我哥哥就报警了 想起来一件有关于安全的事 想跟大家聊聊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从外地回来 已经是凌晨三点的样子了吧 然后我们三个女生一辆车 那个两个男生一辆车 刚上车的时候 那个司机就问我们去哪里 我们告诉他目的地以后 他就是不太高兴 可能因为他排了很久的队 然后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太近了 他就开始发牢骚 他就是说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同行的一个姐姐就说 你不要再说了 你想聚载吗 然后走了以后呢 因为那个机场边上的路都特别黑 开的那个路全是没有路灯的 就是像那种相间小路那种 我记得那个车还是这样的 坐在那会这样摇晃的 他那个车可能质量不太行 但是是正规的出租车 途中事情就来了啊 我们那天特别疲惫 坐了两趟飞机 到目的地了以后 就大家都特别累嘛 就连我的运动鞋都是踩着穿的 没有穿上去 然后我姐姐就发现这个司机绕路了 我姐姐就说了一句 你绕路了 这个司机就跳脚了 你们知道吗 我没有绕路 然后就叭叭叭叭叭叭叭 他就在路边停了 在一个很黑的路上停了 就开始咆哮 就确实我们也没有遇到过 这么吓人的司机 我姐姐跟他说 你闭嘴 我不想听你说话 然后那个司机就说 我就不闭嘴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后来 我跟另外一个小姐妹 就开始打圆场 我刚开始就吓得 我都不敢说话 然后旁边那个小姐妹说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但晚上呢 大家都挺累的 不容易啊 你开车也不容易 什么什么 我们走吧走吧 他挺聪明的 他还在边上打岔说 哎司机你这个 两个电风扇好好看哦 就是打岔 就想让这个司机 心情能好一点 我说是的 不要吵架了 也累了 辛苦你了 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打一个圆场 然后我姐姐就给他 男朋友打了个电话 他男朋友 顺在另外一辆车上 就让他到目的地位以后 等我们一下 其实这个话 也是说给司机听的 就让司机知道 我们也有人在等我们 这个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在出租车上 或者是什么时候 遇到一点危险的事情的话 也可以用一下这个方式 那天坐在出租车上 我整个眼睛 就是高度注视着 他的那个导航 然后我就看他 不要乱看 我是坐后座的中间 我随时看着这个司机 他在干嘛 我特别害怕 然后我还把运动鞋都穿好了 随时我们三两人 要冲的要跑的 后来我们到九天的时候 哥哥他们已经到了 就直接往我们出租车上一坐 让我们下车 然后就开始 跟这个司机怎么说呢 讲道理 后来他们这个道理 就讲到了公安局 感觉女孩子吧 就难免要晚上坐出租车 有一些安全的地方 还是要注意一点 一个是出门在外 就是不要图意识之快 因为我姐姐那天也说 我那天也说错了 不应该说他的 就是说他了以后 他可能有的人就是 也比较夸张嘛 精神也比较不太能受自己 我们三个在那想 搞不好他在那路边一听 帮我们三个就怎么样了 特别吓人的 尽量不要一个人 坐出租车吧 我们那天有三个人都还好 但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其实我们打车的时候 应该一个男生 跟两个女生坐一辆车 然后另外一男一女 坐一辆车 这样子会更加安全一点 如果实在是一个人 晚上要坐出租车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出租车的车牌 发给你最信任的人 告诉他你已经上车了 怎么怎么样 一个人打车的话 也可以一边打车 一边跟你的男生朋友打电话 这样子也会更加安全一点 就是我感觉 不光是坐出租车吧 现在出门在外 就是尽量不要跟人吵架 我的性格的话 是属于不太能跟人吵架的那种类型 这个虽然说自己有时候会吃亏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出门在外 我觉得一定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子 跑得快的鞋子 因为现在有好多新闻上面的事情 很多人也好奇怪 一双舒服的跑得快的鞋子 有时候还能帮到自己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刚上出租车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司机态度特别不好 然后长得又特别吓人 态度又特别差的时候 我就觉得马上下城换一样 不要跟这个人待的时间太长 我们出门在外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 保护好自己了以后呢 才有能力保护家人呀 拜拜 拜拜